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各位带来一个三国战绩的一个2007版啊 这个叫2007经典吧 这个呢算是一个童年回顾 这个版本呢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啊 在童年的话呢基本出现在那个叫做月光宝盒的这个合集里边 然后呢这个版本在童年最大的玩点呢可能就是一个必能玩一天 在第三关的时候呢走这个上边那个路线 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这个无限循环啊 所以这个版本呢大家印象最深的一点 其次呢印象比较深的一点呢 就是祝国兰可以自己造人生啊 然后呢最强的角色呢是张飞 这期呢咱们来一个貂蝉大妹子 可以看到呢貂蝉大妹子呢是可以给这个换成关羽的啊 也就是说呢这两个人物可以来回的切换 这也是这个游戏当年的一个特色 它可以换人比如说祝国兰的换马超是吧 来一个角色呢都不是单一玩的 这个呢对于当年的这个呃 只图这个一力玩的爽快的玩家来讲呢 这是门大的系列啊 毕竟一个弊能体验两个角色 好这样很轻松就过掉了嫂子 然后这个地方呢夏侯元我也是选择了一个 这个现在的一个卡比这些炮子 然后可以看到呢这个貂蝉的这个必杀 根本就不掉血 但是呢还能把兵打死啊 这是貂蝉的一个必杀 然后呢这个人暴戚的输出能力呢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这个智女穿梭啊 因为它是一个119的改版 所以说呢依然保持着119智女穿梭 超级暴力的一个这个特色 其他的招呢伤害都不高啊 就这个智女穿梭贼吗 然后可以看到呢夏侯元的出招呢 也略有一些改动啊 但是整体来讲呢不算太大 之后呢我这里呢这个人物呢玩得不明白 因为我童年并没有玩过去2007 我当时主要玩的呢是风云在起 在这个直播以前 我甚至连119都不会玩啊 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相信那一点是吧 都是线练的 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咱们继续输出啊 当然了那时候不光二三国 那时候可能主要玩的还是格斗游戏 因为对于我来讲呢 格斗游戏一个必可以玩的更久 好之后呢咱们这里呢吃掉了清灯 然后这个啥这个放电话题呢 咱们就会放啊就不管这用 所以可以看到呢我基本呢就属于这个 也是这个通天的打法了 就是跟这个怪呢打回合制的游戏 没有什么道具棄手 然后呢利用这个无限器的一个性能呢 闭眼睛硬刚 这是存一边打法 好这里呢是关羽的一个6A 暴戏呢6A呢在这里呢 是进行了一个招式的改变并不疼 但是呢这个暴戏的上下A 是伤害是很离谱的 所以说关羽这个人物 在这个版本里边呢 也是比较厉害的一个存在啊 好这样呢咱们把这个加血一吃 实际残业一剪 这个实际残业的作用呢 后边会演示 最后呢来到了这儿 第三关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双boss 是一个夏侯兄弟啊 这个对于这个原版来讲呢 这个难度呢 一下就变高了啊 虽然说2007这个版本呢 大家都能通过啊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双boss的一个存在 还是难度挺高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如今 19的改版啊 这个19的改版似乎 好像还没有太多经典 除了这个大神之路 是原防不动的 这个缩减了这个地图以外啊 剩下的话目前为止 这个19改版呢 还是没有太多经典 19改版呢 其实可以加入 这种双boss的一个设定 因为这个19的游戏本身啊 呃大家玩都知道 就只有一处双boss 是梦幽跟这个 哦不 这个沙姆克跟陆迅 然而合并一处的双boss 但是那个双boss呢 沙姆克是半血 然后呢 很大的可能呢 能让这个双boss 就聚不到一起 所以说你看这种 两个买血的双boss 凑到一起 对于这个玩家来讲 还是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这个挑战 尤其呢 再给这双boss呢 配一个单逼 啊 就可以了啊 这个版本呢 显得又有这个技术含量 又不特别的 让玩家遭罪 紧接着过来呢 就是一个双杖聊 啊 双杖聊在这个地图上 其实还是很烈的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版本的一个 这个改版的一个思路呢 还是不错的 他呢 强化了我方的一个能力 然后呢 同时呢 也是强化了这个 敌方的一个这个啥 啊 敌方的一个boss的数量 比如说这里 如果是单张 如果是单张聊 卡平很好打 双杖聊就是啊 马上就被抢了 当然了 这个地方 其实双杖聊是可以卡平的 然后咱们这里呢 是扔出了一个方式化 这样的话呢 这个团战二为二 你也不亏我也不亏 是吧 我跟我老公踢你啊 你这个哥俩踢我 一点配定都没有 之后这里 我的这个清灯又没了啊 暴力清灯又没了 那我可能就要用 自己的清灯了 这个位置呢 老公踢他 他给我个火球剑 起身呢 给了我一个这个 啥 给了我一个风 风景谈云 然后我这里呢 躺去了 吕布呢 这个作为援军令灯厂 输出比较低 但是好处的话呢 它是无限时间 它会一直存在 这个场面上 除非你换了场景 这是这个吕布的 一个援军令 但是输出真是不给力了 不过的话呢 他好在他能控制着 他打那个boss的时候呢 boss会对吕布还手 虽然打不着吕布 但是呢 他俩就站成了一团了 我方就可以踢另一个 对不对 这样呢 可以看到呢 一个踢一个啊 吕布的输出 肯定是不定我的 那么呢 我踢倒了对面的张辽 然后呢 捡一个清灯 捡一个加血 捡一个使机残液啊 这样就下一关了 好 下一关呢 没有谁能打交场啊 直接呢 来到了这里呢 咱们狂踢这个吕蒙 之后呢 他这里为什么 这改版会发现很神奇啊 就是说话的是陆迅 打仗的是吕蒙 陆迅给我们一顿骂啊 然后我们来戏了 给吕蒙去死了 然后这里呢 我在研究这个 貂蝉的练招 可以看到呢 之女穿梭能打飞 哎 陆迅来了 我是之女穿梭 接上下一 哎 我这里终于找到了 一个练招正确的办法 可以看到呢 之女穿梭的伤害也高 上下一的伤害也高 然后呢 之女穿梭呢 是改成了 跟原版不一样的复空了 这样的话呢 之女复空 上下一复空 又稳定 所以说你看是吧 这个不停的尝试变换啊 总能找到一个 更加合适的一个办法 这里下呼员 可以看到是招出来了 用的就是实际残液 这两样的实际残液的作用 也演示完了啊 然后咱们来看这个吕蒙 环境里边呢 吕蒙依然是个单Boss 我织女 加上下一的这个T运作 再织女 然后呢 再接一个山海的T运作 没接上 这里如果都接上的话呢 这个吕蒙的伤害将非常的高啊 然后这个大吕蒙的伤害将非常的高 因为貂缠大吕蒙是有伤害加成的 从19开始就有了 这里继续 这个织女呢 没有打好位置 这个织女还是在墙角里边比较好 哎对 墙角里就能打拳 又能起飞 织女T运作一个爆表的输出 尤其是体现在吕蒙的身上更变态 然后这个版本呢 是加入了可以这个多减书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那比织圆版19 可以呢 减这个一本以上的书了 然后呢 这里呢 出门炸弹人 轻一波 但是影响不大 咱们这里还是主要用火书啊 因为我包里前面呢 是连野的带固定的是减了啊 这里没有野的 这都是固定的 减了四本火书 现在呢 就等这个巧一个智化顶起来 咱们呢 就送他归系就完事了 他顶不顶 他不顶 来了 这位置还不错 坏了 他顶了 他顶左边 火书烧了一下 烧了两下 这伤害就不好 然后紧接着再冷远 这个位置其实是我想要的一个位置 但是并不好 这个位置呢 还是不如在右下角的位置好 好 来了 哎 这个位置好 这个位置就是火书一个最完美的位置 正好呢 是上线卡火书 火书最小形态 也可以无限烧 除非这个巧呢 用芝花穿出去 要不然这个火书呢 保底能打个四下 四下火书的伤害 对这个巧来讲 就是很致命的伤了 最后呢 巧胜的血不多了 我就闭眼就扔得了 带走了吧 赶紧死了 四本火书 杀巧啊 这也是这个版本呢 在当年啊 这个能打出来的一个效果 因为呢 当年任何原版游戏 背面道具的这个数量都只能减一份 好之后呢 紧接着这关过来呢 就是一个黄盖了啊 虚属咱就不看了 然后呢 反路的蒙货也就不看了 看 看 然后呢 这个版本的分特别毛啊 注意看 我已经干了八百多万了 分特别的毛 好 这个地方的织女 天女 我织女挺弱的 再织女 我这个第二个织女的话 我是得早点接 然后我想是把他再打复空了 就第二个织女 我觉得好像接不全 就是在复空的情况之下呢 不能像第一个织女这样 踢一个五连六连的 有点费劲 最后呢 随便给一个追递啊 对的一个追递呢 直接带走了这个老黄盖 好 那这样呢 就到最会关了 最会关一开场呢 是一个茫茫多的 这个下呼员的一个场景 我索性呢 配合你一下 我也给你来一个这个下呼员凑上 最后呢 一个小黄猪打掉对面 一个比较多的血量 之后呢 招老公啊 因为毕竟团战了 他们仨欺负我一个 不害老公 也没有什么毛子 好之后呢 我再用美人记 他们定住 老公这里劈雷 定路劈你都没劈着 你不信你退了吧 好 我这里呢 是奔着有血条的 这个下呼员猛递 这个雷 这个雷 大哥你劈哪 你瞎了 特别还劈走下脚了 这个吕布 实在是让我点理解不了 哎 可以看到这一波 之女 跟这个巴人的 这个接着就很好 第二个之谷 竟然进屋接满了 然后这里再来 哎 这最后需要是吕布 的人头 人头狗 他可能也需要出装 好那这样呢 只剩最后一个下呼员了 我想给他打到左边 然后呢 再给他扒拉扒拉 他一次抢俩人头啊 那破局应该是有了 好之后呢 这里呢 最后一下了吧 应该 生的血量应该不多了 那俩都死了 你听什么话 好之后往前 就是一个关机的俩boss了 一个司马仪 跟一个这个曹操 可以看到呢 这个整体来讲呢 这个版本是吧 难度非常的低 然后呢 道具的数量非常的充足 无论是以前一个输出道具 以及其他的道具 包括这个轻能保命的道具 都是非常多的 而且呢 这个分数比较矛 我方呢 都能加满命 400万的命啊 都是乘以5的命 所以说呢 这个版本呢 基本不存在 能一致通不着关的现象啊 而且呢 我方几乎每个角色 都有一个输出爆炸的 一个技能啊 当然了 当年的话 可能未必会爆气他 是吧 所以说呢 这个版本呢 也就是回忆一下 这个童年啊 我们在游戏厅里边呢 可能都玩过的一个这个 无限的这个拖时间啊 第三关无限走的一个 2007经典吧 就完事了 那OK 最终的boss呢 依然是这个曹操 好 曹操给我闹 劝我气甲投降啊 我说住口 然后呢 这里呢 就来了啊 单扒了 先给本人记 然后呢 给一个这个隐身鱼 这个曹操应该会好连点 因为这个 上下一个这个T 打不了那么高 可以看到这一套连招 几乎连满了 血量是特长离谱啊 这个输出呢 比这个正版19的输出还要高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可能看自己替他们一走 等会 他们会把这个下回忆的冷气 让你们和兵一处 看你们是不是对手 好 一套连招连完 赵爷儿啊 哎 赵爷儿怎么给贴甲一招出来了呢 好神奇啊 不过不要紧啊 我这这里呢 就替你操刀就完事了 你对 谁来 谁来 我就替你老合自己 这里想要必杀 阻止对面的加血 成功了 必杀再次阻止 阻止对面的加血 然后呢 最后呢 是这个不加了 我也不扔了 哎 又加了 怪了 不敢踏了 到这里扔个张力剑 可以看到张力剑 老杀杀的 自己的物件 没有什么伤害 然后第二发张力剑 然后第三发张力剑 这也是一名二玩法 的一个标语解放 在最后这个boss处呢 是扔掉前面 散子所有道具 就存一名二玩法 的一个能查了 一个体现了 最后呢 这里呢 我想打操操打不着 下回忍给我拔了 过来 不听A 然后呢 带了一个b杀 这b杀是真不得 难受啊 这操 这个貂蟬的话 没有什么太貂脸的招 这里给各位表演一个躲b杀 利用下回忍打我倒地 走到b杀 最后呢 随便拔了拔了一个 反正 那天我用b杀炸死了 当时好像有哪个老板 去加b杀炸死了吧 大概是这样 要不然呢 我也不会这么慢慢折磨 好 伴随着最后一个超b杀 把一个动魂窝窝人拿下 今天的视频就告一段落了 我那是本期的解释很后 如果各位喜欢我的视频啊 别忘了给我中点脸的赞 拜拜